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电影名叫《代夫号飞船》 影片开始,一个球形物体从太空飞出,落到了小毛家的浴缸里 他惊奇地发现,这个小球居然有吸水的能力 话说,他上辈子是渴死的吗? 三个月后,从外太空再次飞来的一只巨大的火球 砸在纽约的中央公园 在身世浩大的撞击之后,走出了一个毫发无损的男人 这其实是一艘名为代夫人的人形宇宙飞船 刚来地球的代夫不会走路,不会微笑 走起路来像尬舞,笑起来比哭还难看 代夫好奇地观察人类的一举一动 可他偏偏没有学会交通规则 因为闯红灯,不慎被女主吉娜开车撞飞 当吉娜下车查看时,发现代夫的脚脖子都被撞歪了 此时吉娜吓得花容失色,于是他赶紧打电话求救 但当他回头时,却发现代夫不见了 真是火箭鬼,一般受害者不都是应该躺在那儿一动不动的吗 原来,代夫已经拖着一条老残腿,一拐一拐地来到了垃圾箱旁边 这时,只见他的耳朵像机舱一样被打开了 同时出现了几个小人 他们开始上下修理受伤的人形飞船 他有一百多个人类模样的小人,在内部操纵着机器 他们来到地球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失踪的能量球 因为小人国资源枯竭,他们试图发射能量球来吸收地球上的海水 由于失误,小球偏离了轨道 故前来寻找被车撞后的代夫飞船 探测系统失效且未开启防护系统 所以能量大幅度受损,只能在地球上待48个小时 此时,正在窗前瞭望的小毛看见了代夫 于是,他便急忙地叫来了妈妈 于是吉娜连忙下去慰问 在一番手忙脚乱的沟通过后 吉娜便领着代夫回到家中 当代夫喝下他生平的第一口水时 船舱内立刻水漫金山 鸡蛋连壳打番茄直接喝 不得不说外星人的生活方式还真是别致呀 此时代夫看到照片中的小毛 手里拿着他们一直寻找的能量球 于是,船里的小人立刻锁定小毛学校的位置 但试图赶往学校拿回小球的代夫 却误被认为是代课老师 于是他不得不添花乱坠地画了一通 真是丧尽天良呀 话说你这么调皮你家里人知道吗 随后在小毛的帮助下 他们找到了能量球 二号船长坚持立刻把能量球扔进海里 然后返回他们的星球 这意味着地球将会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船长表面虽然同意了 但显然他还在犹豫 与此同时,警察通过砸出的半张土脸 获取到了代夫的画像 这时,代夫突然被砸毁的小球砸晕送进了医院 接着医生误打误撞地通过点击唤醒了代夫 但代夫却被前来的警察逮捕了 为了营救代夫 船舱内部忙得不可开交 这时,二号趁机逮捕了船长控制了飞船 通过武力大摇大摆地走出了警局 那自视那动作 真是让小编大开眼界 随后二号要求三号夺回能量球 马上扔回海里 然而暗恋船长的三号却偷偷地救了船长 但却被二号带人一同扔出了船舱 索性,他们通过脚步再次爬回舱内 此时已经疯狂的二号正要把球扔进海里 但代夫即使控制了飞船 用了一只手阻止了 但在外人看来 就好像是两只手在打架 真是奇葩的不得了 最后能量球还是滚进了大海 代夫认为地球人和他们想的不太一样 他们充满了爱 最后代夫选择收回了能量球 然而他却任由能量不足而昏倒 此时小毛立刻抢来警察身上的电棒 代夫满血复活 最终,这群小人承载着飞船 回到了自己的星球 爱是很伟大的,不是说出来的 真正感受到了爱就不需要表达 爱可以感化一切 包括外星人,就是这么简单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欢迎自行搜索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我们下期节目的观看